其实刚刚我同学蛮细心的 因为最后呢他有要求就是说 这个地方我们把比如说输入13好了 理论上应该这边不能有多个空白 我刚没发现 为什么呢 因为实际上我们本来这边应该由1开始 可是我们把它改成0开始 那如果0开始的话呢 也就是等于是说少1嘛 那所以怎么办呢 这个地方特别重要 主要是空白这个部分 它会多一个空白 那怎么办 记得把这边n 原来是13嘛 减掉i 就减掉几颗心 然后还要再减掉1 如果这个减1没有加上去的话 那结果也是错的 刚刚有同学问到 这还蛮细心的 OK 所以这个真要 有知道 有看出来吗 刚刚好像 表示说如果看真的是很 因为这考试就差一个地方 如果差这个地方就不会过 OK 所以呢 我们最后的话把它执行一下 如果你没有加这个-1的话 是3 enter 加了之后有没有 你会发现这个时候呢 最后这个地方就不会多个空白了 大概是这样子 那当然呢 书上有书上的写板 因为书上里面总共有三个4回圈 这边的话呢 只有一个4回圈 那当然我是觉得如果考试 当然你要写的话 你挑这个写应该比较简单吧 如果没事的话 你写 我光看在书上写了 那个三个4回圈 光看就头晕了 对喔 但不过他也有他写的道理 不过我是觉得说他可能不知道说 我不知道 他可能因为Python的这种 用字串乘上几次的话 这个是比较特殊写法 也就是说呢 在如果以前我们写Java的话 我们就不知道有这个方法 我们就会用书上写的 用4回圈 就跑几次嘛 反正跑几次就跑几个输出嘛 但是如果你知道说 字串也可以用乘号 乘以一个数字的话 就是重复输出几次 那我想这就简单多了 OK喔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延续性的那个练习 请各位自己再花一点时间 也就是说第四类喔 虽然说占的比重很高 二十分 是所有题目里面九类 如果你们是考九类的话 只有这一集 第四类是二十分 其他都十分 但是我想说他为什么要给二十分 感觉其实说真的 程式也不会比较多啊 难度好像会难一点点 可是我觉得也都是在 这个一定的范围之内 所以回去的话也许你们 可以再试试看 不过可能就是说 我觉得他有重点就是不定回圈 就坏回圈吧 可能他觉得坏回圈很复杂吧 OK 但是我觉得有些地方 他程式没有固定的写法 所以你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 去诠释一下 OK喔 那再来第四类我们就结束了 再来我们来看第五类 所以待会也许 请各位开第五类部分 那第五类的话呢 就是第502 成绩 那什么叫成绩 你不要把题目看太复杂 这什么叫成绩呢 成绩嘛 就是相成之后的结果吧 基嘛 有没有 相成的结果嘛 意思就是说呢 但是他比较困难比较麻烦的地方 就是你必须要写一个什么 写一个那个function 也就是要制定一个function 那function的话必须叫这个名称 compute 然后呢xy 然后丢什么 丢两个参数给他 他return一个结果给你 比较难的应该在这里 所以呢如果我今天 我要写出这个程式的话 比如说5 6乘上11 结果帮我print出来 当然如果我今天不写成那个function的话 那非常简单 对 就是说 如果我要写的话 基本上喔 我们就是写这样就好了 A 比如说我今天输入什么 A输入 假设我输入 56 到这里 有没有 一样要转型喔 OK 特别注意喔 int只能够输入那个整数喔 不能输入有小数点 如果小数点就挂掉 如果你有小数点记得用那个evo OK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喔 那常常同学也会来问喔 我觉得很OK 因为非常注意的 程式最容易写错就是资料形态 如果你资料形态 我发现同学大概 百分之五十以上 都是资料形态错误 百分之另外百分之三十 应该可能就是语法错误 语法错误就是那个 con table 然后那个等等的 再来其实其他好像才是那些小地方错误 OK 如果你这些都有注意 我想写程式应该也不困难 你看我们现在写来写去 程式有很多吗 好像也没有啊 而且其实都是固定的 顶多最难的就是回圈 所以回圈是应该是第一大魔王 对 然后有for有fire for跟fire如果你都熟的话 以后写起来倒也还好 坏我都喜欢坏我衣帽 或者还有坏我衣帽 反正不管 先打坏我衣帽 然后记得brake要放哪里 因为坏我衣帽的话有点是 油门踩到底冲了 然后最后的话你要有个条件 brake刹车啊 如果没有刹车的话 那就会冲过头了 对啊 条件要射出来 哪些地方当他什么情况要brake 所以电动车的逻辑好像蛮 OK 所以以后的话是不是也可以 自己弄一个 像现在蛮多那种就是装置 小的电脑 上面就是用python写 然后可以去跑 类似像那种电动车逻辑 所以现在很多比赛 就用那个像那个 树莓派 然后可以装在上面 然后写一些程式 让他可以控制 上面有很多的感测器 然后真的可以去跑 可以甚至让他自动跑 这个部分的话 现在用在像那个工厂 有没有那种自动送料机 你又可以很方便 他反正就固定逻辑 你就让他去跑 什么时候该送什么料 到什么样哪一个站 停多少时间 甚至以后未来 是不是说甚至像那种 油轨电车 应该也不要有人吧 OK 以后啦 不过刚开始现在还是很pot 理论上好像那个 我们那个什么木杀线 本来也是要设计成无人电车 不过后来是变成 被改成油轨 有人啦 无人电 就是没有司机的 只是后来好像 跟什么马特拉公司吧 打官司后来好像没有 什么 那也是一堆 如果说现在可以把这种软体的设计 用在那种自动驾驶上面 其实是真的可以减轻很多的负担 因为现在未来人口老化了 以后可能司机都找不到人了 像我觉得现在开公车的司机也很可怜 你看那个每次交通繁忙时间 他开那么大的车 对不对 然后呢又距离 有时候像高速公路要离很远 然后被人家插队 那你很近又来不及刹车 所以这个其实说真的 像这种情况 如果公车司机有半自动驾驶 不要全自动 半自动驾驶我觉得对司机就是很好的事 你看那个司机整天开车下来 可能有时候超过十个小时 虽然说他有休息 可是那个休息不见得他那个时间 他会睡得着 但是他还是要在那边休息 时间拉那么长 我觉得反而不能到 对不对 所以以后是不是也就这些东西 来辅助一下 所以后面也许之后 如果看大家 如果到那种产业里面 说不定可以接触到这些东西 OK 不过你至少要学会如何做程式写出来的动作 这是算基本能力 好 那我们把这个程式看一下 执行的话 输入这个到A 输入这个到B 然后把它相乘的G 把它认出来 所以把它执行一下 OK 然后这边的话输入56 Enter 11 Enter 616 OK 这样就完成了 没有 好 这么简单 那这样 他其实主要不是说要 他逻辑一样 可是只是说他希望怎么样 请你在哪里呢 在上方加一个什么 这个东西 也就是说呢 他要加一个函式 其实函数就方选的意思 还记得吧 我们之前有做过方选嘛 我跟各位讲上面打一个DF 然后空一格之后名称给他 后面的话加一个冒号 OK 也就是说呢 这个里面呢 你必须要传递给这个东西过来 在这边帮我计算完 Return结果到这边就好了 OK 所以特别注意的话 如果我今天呢 我要怎么呢 我要怎么去传值给他呢 也许我一样传A跟B过来 然后他变成XY都可以 最后的话其实怎么样 你就把什么呢 把这个结果啦 比如说ANS 等于什么呢 等于X乘上Y 然后最后的话呢 把什么呢 把这个ANS怎么样 Return回去 Return怎么样 ReturnANS OK 意思就是说呢 我把这个值丢过 再来这边的话呢 你就把这边改写的 你就是呼叫他的名称 再传两个参数给他 所以这边的话 你就是把这两个 就变计算不在这里喔 计算在哪里 计算在上面 所以你就传两个 一个A 一个B OK 就是把A跟B 不在这里计算喔 是把这个A跟B 怎么样 传过去给他 有没有 这个就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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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比如说我们刚刚输入两个词 他就透过这样的方式 最后再把它两个相乘 乘完了之后 再把它放到Answer里面 然后再把它Return 当然你想说老师 那我可不可以不要Answer 我直接在那边也可以啦 直接就是把那个Return的地方 X乘Y也可以 不用再多一个变数 那其实乘是就写完了 不过好像有点麻烦 你刚刚本来就三行写完 以后老师干嘛那么麻烦 那么啰嗦 对不对 没办法考试 还有啦 其实以后 如果像你经常用到的这个功能 你就必须把它写成韩式 不然你将来你这边写 那边写 这边到处都写一样的东西 那其实反而不合理啦 只是说他这边是一个 你再举一个例子 要你做出类似的功能 OK 应该可以看懂吧 所以可能你们比较不熟的是这个 把资料传过去 计算完Return回来 所以最后的话呢 他会把什么 把这个计算结果放到这边 把它Print出去 OK 所以我们来试一下 理论上应该这样子就完成 比如说我输入了 输入跟他要的 反正我们就照他吧 56 11 如果Return结果是616的话 那表示OK的 616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喔 可以啊 没问题啊 这个名声可以跟上面一样 也可以跟他不一样 OK 这边的话 你这边也叫AB 没有关系 你不要叫X 不过考试我看一下 他这边有规定好像要用XY 我觉得如果他规定是这样 我们就照他的规定好了 OK 应该可以看懂吧 好 那请各位试一下 其实本来只有三行 要把它变成六行 OK 但是这个没有办法 那以我的风格 如果我们只是说 自己要解决一个小问题的话 当然不会没事就写一个function 让程式变得相对复杂 除非说你这个东西 会需要重复的去用到他 经常会用到 经常会 那你就写个方悬 或者是说呢 你这个方悬是很多人都会用到 那你也可以写个方悬给别人用 别人会呼叫 比如说我只是要计算X7 那我就不用管 什么叫X7这件事 我只要写完我呼叫他 结果给我就好 OK 这个地方的话请各位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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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